经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新寺 恭轰于楚宫 休九月鬼寺 子也足 己亥 众孙杰足 冬十月 藤子来会葬 鬼友 葬我君相供 十有一月 举人杀其君密舟 传三十一年春 王正月 穆书至自会 见孟孝伯 宇之曰 赵孟将死矣 其宇偷 不似民主 且年未迎五十 而尊尊焉如八九十者 福能久矣 若赵孟死 为政者其汉子乎 无子何与继孙言之 何以恕善 君子也 进君将施正矣 若不树烟 时早被掳 继而正在大夫 寒子懦弱 大夫多贪 求欲无厌 其 楚未足于也 掳其俱灾 孝伯曰 人生几何 谁能无偷 朝不及夕 将安用树 目疏出而告人曰 孟孙将死矣 无与诸照孟之偷也 而又顺焉 又与继孟与禁固 继孟不从 即赵文子族 进宫世卑 正在此家 寒暄子为政 未能屠诸侯 鲁不堪尽求 禅特弘多 誓已有平秋之会 其 其子伟害驴秋英 欲杀之 使帅施以伐扬州 我问施故 下午月 子伟杀驴秋英已说于我施 功楼撒 省造 孔 毁 甲银出笨举 出群公子 工作楚公 穆书曰 大事云 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 君欲楚也夫 故作其功 若不复是储 必死是功也 六月新寺 功轰于楚公 书仲待窃其拱毙 依与玉人 纳诸其怀而从取之 尤氏得罪 利狐女静归之子子也 似于济世 修九月鬼寺 族 回也 己亥 梦孝伯族 利静归之地 其归之子公子仇 穆书不欲 曰 大子死 由母帝则利之 无则常利 年君则贤 亦君则补 古之道也 非是四 何必帝之子 且是人也 居丧而不哀 再妻而有加荣 世卫不渡 不渡之人 先不为患 若果立之 必为济世忧 无子不听 足立之 笔及藏 三亦衰 衰任如故衰 于是昭公十九年矣 由有同心 君子是已知其不能中也 东十月 腾成功来会藏 多儿多替 子福慧伯曰 腾君将死已 待于其位 而哀已甚 照于死所以 能无从乎 回有 藏香功 功轰之月 子产相正薄已如尽 尽侯已我丧故 未知见也 资产使禁坏其管 之缘而纳车马焉 世闻伯让之 曰 必亦以正行之不休 后道充斥 无若诸侯之 属辱在寡君者和 世以令利人顽刻所管 高其红 厚其强缘 以无忧刻使 今无子坏之 虽从者能戒 其若亦刻和 以必亦之外 以为盟主 善玩弃强 以待宾客 若皆毁之 其何以供命 寡君时请命 对约 以必亦贬小 戒于大国 诸求无时 是已不敢凝居 惜所必复 以来会时事 逢侄之不见 而未得见 又不获闻命 未知见时 不敢疏弼 亦不敢暴露 其书之 则君之辅食也 非见臣之 不敢疏也 其暴露之 则恐造失之 不失而朽度 以众必亦之罪 乔文文公之为盟主也 公事卑卑 无关台谢 以崇大诸侯之管 管如公寝 酷旧善修 司空以时平易道路 乌人以时密管公室 诸侯宾至 殿舍亭辽 仆人寻宫 车马有所 宾从有待 金车之侠 利人目语 各瞻其事 百官之署 各展其物 宫不留宾 而亦无废事 优乐同之 适则寻之 交其不知 而续其不足 宾至如归 无名栽患 不畏寇道 而亦不患造失 金铜笛之 公树理 而诸侯舍于利人 门不容车 而不可逾悦 盗贼攻行 而天力不戒 宾见无时 命不可知 若又物坏 事无所藏必 以众罪也 敢请直逝 将何以命之 虽君之有鲁丧 亦必亦之忧也 若获见弊 修缘而行 君之会也 敢诞勤劳 文伯复命 赵文子曰 信 我时不得 而以利人之缘 以迎诸侯 事无罪也 始事文伯谢不敏焉 尽侯见正伯 有家里 后其宴好而归之 乃驻诸侯之管 书相曰 此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此产有 此 诸侯赖之 若知何其是此也 诗曰 此之己已 民之邪已 此之意已 民之莫已 其之之已 正子皮使印断如楚 以示尽告 离也 举离彼公生去及及斩余 既立斩余 又废之 离彼公虐 国人患之 十一月 斩余因国人以公举字 誓之 乃利 去及奔其 其出也 斩余 无出也 书曰举人是其君买诸除 言罪之在也 无子使驱忽庸 聘于尽 通路也 赵文子问焉 曰 严周来祭子其果利乎 朝允诸凡 昏腔待 无 天似起之 何如 对曰 不利 是二王之命也 非其祭祭子也 若天所起 其在今似君乎 慎德而度 德不失明 度不失事 明清而是有序 其天所起也 有无国者 彼此君之子孙时中之 祭子 守节者也 虽有国 不利 十二月 北宫文子相为相公已如处 宋之蒙固也 过正 印断廷劳于斐林 如聘礼而以劳辞 文子入聘 子语为行人 逢简子与子大叔逆客 誓必而出 言于魏侯曰 正有礼 其数是知福也 其无大国之讨乎 诗 曰 谁能止热 事不以着 理之于正 如热之有着也 着以旧热 何患之有 子产之从正也 则能而使之 逢简子能断大事 子大叔美秀而闻 公孙辉能知四国之为 而便于其大夫之足性 班位 贵贱 能否 而又善为辞令 必辰能谋 谋于也则获 谋于义则否 正国将有诸侯之事 子产乃问四国之为 于自语 且使多为辞令 与必辰成以事也 使谋可否 而告逢简子 使断之 事成 乃受子大叔使行之 以应对宾客 事已显有败事 北 公文子所谓有理也 正人由于相效 以论执政 然名为子产约 悔相效 何如 子产约 何为 妇人朝夕退而游焉 以亦执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 无则行之 其所恶者 无则改之 事无失也 若知何悔之 我闻终善以损愿 不闻作威以防愿 其不惧止 然由房穿 大绝所犯 商人必多 无不克就也 不如小绝使道 不如无闻而要之也 然名曰 灭也今而后知 无子之信可是也 小人时不才 若果行此 其正国时赖之 其为二三成 众迷闻是于也 曰 以事观之 人为子产不仁 无不信也 子疲欲时隐何为义 子产曰 少 未知可否 子疲曰 愿 无爱之 不无判也 使夫妄而学焉 夫亦欲知之之以 子产曰 不可 人之爱人 求利之也 今无子爱人则已正 由未能操刀而使歌也 其伤时多 子之爱人 伤之而已 其谁敢求爱于子 子于正国 动也 动哲催崩 乔江燕焉 敢不进言 子有美景 不使人学之焉 大观 大义 深之所必也 而使学者之焉 其为 美景 不亦多乎 乔文学而后入正 未闻以正学者也 若果行此 必有所害 譬如田烈 涉欲观则能或勤 若未常登车涉欲 则拜祭艳妇事据 何侠思或 子疲曰 善哉 虎不敏 无闻君子物之大者 远者 小人物之小者 近者 我 小人也 依父父在无身 我之而甚之 大观 大义所以必身也 我远而慢之 威子之言 无不知也 他日我曰 子为正国 我为吴家 以必焉 其何也 今而后之不足 自今 请虽无家 听子而行 子产曰 人心之不同 如其面焉 无其敢为子面如无面乎 一心所谓威 亦已告也 子疲已为忠 故为正焉 子产是已能为正国 魏侯在处 北宫文子建令引为之威夷 言于魏侯曰 令引四君矣 将有他志 虽获其志 不能终也 诗云 弥不有出 先刻有忠 忠之时难 令引其将不免 公曰 子何以之之 对约 诗云 敬慎威夷 为民之则 令引无威夷 民无则焉 民所不择 以在民上 不可以忠 公曰 善哉 何为 威夷 对约 有威而可谓威之威 有疑而可向威之矣 君有君之威矣 其臣威而爱之 择而向之 故能有其国家 令文常事 臣有臣之威矣 其下威而爱之 故能守其官职 饱足一家 顺世以下皆如事 事以上下能相顾也 魏师曰 威夷弟弟 不可选也 严君臣 上下 父子 兄弟 内外 大小皆有威夷也 周师曰 朋友优舍 舍以威夷 言朋友之道 必相教训以威夷也 周书数文王之德 约 大国为其力 小国怀其德 言为而爱之也 诗云 不识不知 顺地之则 言则而向之也 昼求文王七年 诸侯皆从之求 昼于事呼惧而归之 可谓爱之 文王法崇 再嫁而降为臣 满一帅府 可谓谓之 文王之功 天下颂而歌舞之 可谓则之 文王之行 至今为法 可谓向之 有威夷也 故君子在位可谓 诗舍可爱 进退可谓 周旋可谓 容之可观 做事可法 德行可向 生气可乐 动作有文 言语有章 以临其下 未知有威夷也